男人在执行任务时 故意向车外扔出了一个火柴盒 手下健壮急忙踩在了脚下 等鬼子的车队经过后 小小这才偷摸捡了起来 下一秒就明白了其中的寒 这是十万火急的意思 他可准是有事 原来是许玲背叛了组织 带领鬼子前来抓捕藏身的队友 可是空无一人的房间却让他看傻了眼 我走的时候就在这 而且我跟他说好了 让他等我回来的 可是人呢 许玲断定 大头带着受伤的蓝天绝对跑步 于是建议高桥再次展开了搜查 果然大头就躲在了不远处 而且还把蓝天藏在了桥洞的上方 为了蓝天不被发现 大头只好开枪撂倒了一头鬼子 故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眼看鬼子两面夹击围了上来 大头情急之下便跳入了河中 而追上来的鬼子 对准河面就是一顿疯狂的扫射 最终大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黑腾认为徐林没有了价值 本想一枪结束他的狗命 没想到徐林普通跪在了地上 直接供出了自己的上线送老板 此话一出 尹三瞬间就变了脸色 当高桥带领部队前往茶楼之时 尹三却假装系携带留在了原地 目的就是等待小小的出现 在道具组的帮助下 小小骑上了摩托车 便与鬼子展开了争分夺秒的赛跑 没想到半路却撞上了一辆小推车拖延的时间 这才导致鬼子提前赶到了茶楼 当老宋看到徐林的那一刻 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 因此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而身为卧底的尹三 担心老宋扛不住酷刑招出自己 因此急忙回到了家中 劝说母亲撤退 没想到尹母却不以为然 因为他坚信老宋的为人 不会出卖尹三 火不其然 鬼子用尽了九十九种刑具 老宋始终坑都没有坑一声 并且当场问候了高桥的十八代 这下彻底激怒了高桥 于是拔出了一把钢刀 架在了老宋脖子上 表示再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 此刻尹三深深陷入了自责与悲伤 而眼下必须尽快除掉许玲 否则还会有同志遭遇他的毒手 经过此事的发生 许玲得到了高桥的认可 因此派他带人展开了对蓝天的搜捕 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藏于桥洞中的蓝天 却被一个哑了发现 于是便悄悄将他藏进了拉菜的车里 而眼前的一幕 恰巧被小小的手下禁收眼底 因此小小立刻通知了尹三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把这个祸还给我弄进来 这是要掉脑袋呀 上官你别着急 你先听我说 说什么呀 没什么可说的 就在几人争执之时 突然就闯进了一群鬼子 而这位太君正是小小所假扮的 想以搜查的名义趁机就走蓝天 你是老板娘 没错 还请多指教 白盖儿路 去后面搜查 太君 随后小小果断闯进了房间 而小玉为了蒙混过关 故意让容嫂假扮病人躺在了床上 就在小小准备检查床底之时 手下却急忙跑了进来打断了他 与老五带队过来了 由于老五认识小小 双方一旦见面必会穿帮 因此小小火速带人从后门离开了旅店 一群鬼子突然闯进了客栈准备搜查 这可让上官老板慌了神 因为孩子正是鬼子抓捕的对象 很快几名客户就来到了二楼 上官本想奉承几句一笑而过 然而毛鹏根本不给他这个面子 因此直接闯进了屋里 虽然上官已经把蓝天藏了起来 但是以毛鹏多年的经验 一眼就看出了床底下有问题 于是便掀起了床单 果然发现了昏迷的蓝天 眼前的一幕 上官当时就被吓尿了裤子 他本以为这次自己必死无疑 可就在毛鹏汇报之时 竟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转 刚刚搜查完这个屋 没有任何发现 此话一出 尹三和上官瞬间惊掉了下巴 上官打破脑袋都想不通 毛鹏如此的举动到底是何原因 原来毛鹏是军头安插的卧底 由于蓝天是难得的密码天才 因此想带回重庆为党国效力 通过此事的分析 我党卧底尹三也猜到了毛鹏的身份 这样一来 他们又多了一个竞争蓝天的对手 虽然上官侥幸渡过了难关 没想到好色的大坏却想趁火打劫 竟然利用蓝天要挟上官来敞斗地主 随后上官以洗澡的理由让他稍等片刻 不料大坏却偷摸溜进了房间 眼前的一幕 大坏的坏水瞬间飙到了脑门 然而下一命 这一闷棍直接给大坏败了火气 随后上官谎称大坏晕死了过去 轻而易举地将他的弟弟骗到了屋里 结果又被哑巴当头一棒撂倒在地 我把这俩坏收拾了吧 别了 别杀了他们 可万一他们像日本人高密怎么办 虽然他们很坏 但是还不至于死 由于上官天生善良 于是将二人绑在了柴房之中 看着蓝天这颗定时炸弹 上官不由地发起了牢骚 就在这时 尹三却突然来到了旅店 虽然上官知道是冲着蓝天而来 但他并不知道尹三的真实身份 经过生子的检查 发现蓝天的枪伤早已发炎 如果再拖下去必会有生命危险 为了给蓝天治疗伤口 没想到尹三却想到了一条妙境 于是急忙带着上官来到了医院 尹队长 您怎么了 我这相好的病啊 是不是 对啊 上官老板 通过鬼子的检查后 尹三顺利见到了潜伏在医院的龙血 接着马上让二人护换了身上的衣服 准备利用狸猫患太子的计划蒙混出去 果然站岗的特务没有任何怀疑 但是担惊受怕的上官却坐立不安 这时一名护士突然走进了房间 通知龙医生前去查看病人的状况 还好上官反应够快 及时装出了肚子疼的假象跑进了厕所 虽然龙血成功为蓝天做完了手术 可是他不小心掉落的纱布 却给他们带来了致命的隐患 鬼子在搜查房间时 突然在床底发现了一块带血的纱布 这瞬间引起了老五的怀疑 因为他们正在搜捕一个受伤的孩子 虽然上官早已提前把蓝天藏了起来 可是面对高桥质问纱布的来源 紧张的上官却无法解释 原来龙血昨天给蓝天做完手术后 竟然不小心将一块纱布掉在了地上 这哪来的这是血纱布啊 我也不知道啊 就在这危机关头 尹三突然看到了受伤的大坏 于是打算将纱布推到他的身上 你手不是破了吗 眼看大坏一脸猛逼的表情 疑心的高桥急忙拦下了尹三 随后马上询问了大坏 纱布到底是不是他换下来的 大坏毕竟是尹三刚收的小弟 所以只好顺着尹三的意思招作 虽然大坏亮出了手上的伤口 但是高桥为了验证是真是假 因此准备将大坏押进医院 化验一下他的血是否和纱布上的遗址 一旦高桥看到化验的结果 尹三的计策必会穿帮 于是赶紧让上官通知龙血帮忙解决 然而电话却被小护士一直占用 根本打不通 怎么办 这下完了 很快大坏被带到了医院 他本想装出害怕的样子 以此拖延时间 可是让他迎来的 却是黑腾的一个大光 无奈之下 大坏只能乖乖配合护士采集了样本 不过高桥在院长的口中得知 这种化验需要半小时才能出结果 因此几人离开了化验室 没想到龙血恰巧碰上了门口的尹三 为了给龙血传递情报 尹三故意说出了大坏的原因 此话一出 经过半小时的等待 小护士立刻拿来了化验数据 显然这是高桥不愿意看到的节目 而尹三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原来龙血得到尹三的暗示后 悄无声息的跳窗来到了化验室 趁护士在另一个房间工作时 偷偷在仪器上换成了同样的血迹样子 这才让大家有惊无险躲过了一劫 经过此事的发生 高桥明显是盯上了上官的旅店 因此尹三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妙计 决定和上官来一场假的婚礼 趁机把蓝天护送出城 当看到尹三送来的彩礼之时 上官的表情那是又惊又喜 可尹三并没有告知他这是一场假结婚 反而让上官阴差阳错 给他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这尹三在前院跟着我结婚 这后院在搞别的女人 女人大婚之日 竟然被新郎怒删了三个大光 原来男人隐瞒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他本想借助这次假结婚的理由 在酒中放入迷要将所有的鬼子撂头 然后趁机把密码专家护送出城 可是尹三正在与龙雪商议下一步计划时 上官却突然闯进了房间 看到二人拉拉扯扯的举动 误认为尹三就是一个沾花惹草的男人 你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你们做了做了还怕人说吗 然而上官根本不给龙雪说话的机会 因此一怒之下便来到了前厅 当场向大家宣布了婚礼结束 只见尹三急头白脸的跑过来 本想拦下无理取闹的上官 没想到上官却越说越来劲 而尹三担心他会暴露龙雪的身份 所以强行让他闭住了嘴巴 并且谎称上官喝醉了胡说八道 急忙带他离开了现场 正是上官这场荒唐的闹剧 却让狡猾的高桥起了疑心 为了解除上官的误会 龙雪只好说出了此事的真相 就在这时 生子却发现高桥带人走上了二楼 而尹三为了给龙雪争取藏身的时间 于是面带笑脸故意将高桥拦在了门口 他就一大肃坛了 普风捉影 真的吗 不会是金屋藏交 不敢是人吧 尹三清楚 如果执意推辞 必会引起高桥的怀疑 因此马上把大家迎进了新房 而老五以欣赏昏房的理由四处查看 一眼就盯上了里边的大衣柜 幸好上官眼疾手快拦住了他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看到二人如此反常的举动 高桥貌似在盘算着什么 于是谎称家中有事便离开了旅馆 而龙雪也从柜子中走不出来 从后面走 再晚就来不及了 果不其然 高桥刚走到大门口 就命令手下在周围严密不空 一旦发现可疑的女人马上跟踪 然而经过他们一整夜的监视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经过此事的发生 几人断定高桥已经有所察觉 没想到尹三又想出了一个后续的妙境 于是他急忙来到了宪兵队 直接向高桥索要一张通行证 为了让高桥相信自己 尹三声称母亲得知了昨晚之事 当时就被气得病情加重 那老太太的病不能当时 是啊 我这着急呢 我这 请你请你等等 随后高桥匆忙拿出了通行证交给了尹三 可是尹三刚离开宪兵队 高桥马上让黑腾打电话 通知了港哨仔细检查尹三的汽车 如此一来 即便尹三亮出了特别通行证 鬼子依然没将他放在眼里 甚至拔枪控制强行检查 当检查了后备箱没有异常后 鬼子马上搬开了路障准备放行 其实尹三早已料到了这个结果 这次出城的目的就是试探高桥的反应 随后怒气冲冲的返回了宪兵队 直接把通行证拍在了桌子上 表示为什么有通行证还要威胁检查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能瞎编吗 黑腾军 给我去好好的教训一下他们 为了达到预想的效果 尹三接下来的一番言语 彻底让高桥走进了圈套之中 是不是怕我后备箱里面有蓝天 是不是怕我是低压打 你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这样吧 请保安队的人站岗 你接受检查可以吗 那不是走过场了吗 你是我的朋友 我相信你 高桥清楚 在江城 很多事情还要依靠尹三 一旦现在和尹三撕破脸不好收场 所以他这次彻底相信了尹三 很快尹三通知了生子前去城门跋首 紧接着火速来到了旅馆 将蓝天藏在了后备箱 当尹三来到城门后 生子马上检查后备箱上演了一个过程 可是刚要准备放行之时 没想到毛棚突然赶到了现场 硬是要求再检查一遍他的后备箱 而尹三知道毛棚是军土的卧底 因此毫无顾忌地打开了后备箱 由于双方都想得到蓝天这位密码天才 阴险的毛棚当场放出了狠话 如果尹三不把蓝天带回旅馆 势必要和他来个与此往活 证明地下党已经暴露了身份 一群特务正在暗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而周伟坤假扮车夫混进城中的目的 就是要与龙雪街头趁机把蓝天带走 没想到龙雪却一眼认出了伪军队长于德水 面对眼下危机的形势 龙雪赶紧蒙上了一个面纱 果断采取了行动向周伟坤示警 枪声一响 周伟坤瞬间意识到了威胁 因此急忙掏枪对敌人展开了反击 可是就在二人逃跑的过程中 龙雪却被几个小特务堵在了死胡同 并且识破了他真实的身份 还好周伟坤出手干净利落 几个小特务当场原地利粉 下一秒二人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原来周伟坤正是龙雪的丈夫 可是现在毕竟不是缠绵的时候 眼看大批的鬼子就要围了上来 周伟坤为了保护妻子的安全 马上当作人替护送龙雪逃离了现场 最终周伟坤落入了鬼子的手中 可是龙雪的凭空消失 却引起了余德水的好奇 很快高桥便对周伟坤展开了审讯 想要问出他的街头人到底是谁 以及蓝天的藏身之处 然而迎来的竟是周伟坤的口吐芬芳 这下彻底激怒了高桥 因此连开几枪打中了周伟坤的胳膊 你还想做英雄吗 眼看高桥再次开枪之时 尹三却故意拦了下来 表示如果把周伟坤弄死了 那岂不是断了线索 高桥听后认为很有道理 其实尹三是想保住周伟坤的性命 然后再想办法营救 随后高桥准备派人去医院 请大夫为他医治 可是余德水突然想到了医院的龙雪 感觉他的身影很像逃跑的女人 这个线索瞬间引起了高桥的重视 于是打算将龙雪请到牢房之中 从而试探一下他对周伟坤的反应 等龙雪坐车离开后 余德水马上带人溜进了他的住宿 想趁机搜查龙雪有没有藏匿电台 怎料余德水刚打开柜门 就触碰了龙雪暗中留下的标记 经过几人一番的搜查 显然余德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很快龙雪被带进了审讯室 当看到受尽百般折磨的丈夫 龙雪的心脏就像被扎了一把尖刀一样 让他痛到了极点 甚至喘不过气来 可是在这种场合下 龙雪必须装出一脸淡定的表情 否则必会引起高桥的怀疑 然而令龙雪最绝望的是 高桥竟然不允许他使用麻药 应声取出周伟坤身上的子弹 而这也是周伟坤最担心的事情 因为他清楚 在这种手术痛苦的折磨下 龙雪的情绪肯定会露出扩展 因此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虽然龙雪装出害怕离开了牢房 但是危险并没有结束 因为余德水始终怀疑他就是逃跑的女人 女人回家时惊奇地发现 自己夹在衣柜上的线头掉在了地上 这就证明家里绝对来过不速之客 于是他急忙打开了暗格查看的电台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当龙雪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狡猾的余德水就直接闯进了房间四处查看的一份 接着就向龙雪宣布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被捕了 什么 余德水 你凭什么抓我 原来刚才正是余德水趁他不在家搜查的房间 虽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但是高桥始终怀疑龙雪的身份 因此使出了惯用的手段 故意命令余德水来个先斩后奏 试图在龙雪身上审讯出有价值的情报 很快尹三就在生子口中得知了此事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如何救出龙雪却让尹三陷入了两难之中 因为他清楚 高桥抓捕龙雪的同时也在试探他的反应 没想到尹姆却想出了一个应对之策 高桥越希望你做什么 你就越做什么 反而会打小高桥的怀疑 闻听此言的尹三瞬间心领神会 此刻龙雪正在接受残酷的审讯 就在余德水准备使用通红的烙铁之时 尹三一脚就踹开了肛门 长能的 敢私自绑架龙一手 有共党重大嫌疑 那咱们就一块让他过过宪兵队的大堂吧 虽然余德水心里很是不服气 可他的职位毕竟是个副队长 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尹三将龙雪带到了高桥的办公室 尹三发现高桥还在装傻冲愣 于是便向他提出了质疑 既然怀疑龙雪是地下党 为什么不通知我这个郑队长 反而派余德水前去抓 这分明是对他的不信任 狡猾的高桥为了不和尹三发生冲突 马上就把这个黑锅甩给了余德水 你为什么要抓龙一手 谁让你抓龙一手呢 老大 不会 高桥队长不知道这个事 您不知道要抓龙一手的事吗 不计较 眼看母亲的计策有效果 接着尹三就对余德水一顿的臭码 指责他这种悦记的私自行动 完全没有把高桥大佐放在眼里 此话一出 彻底让高桥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然而尹三却趁热打铁咬住不放 表示龙雪既然有地下党的嫌疑 不如将他押入宪兵队的大牢一起审讯 你这是什么话 龙一婶是我太太的挚友 是我的救命恩人 现在无凭无据 你让我给他通大行 这是不仁不义 不得不说 二人彼此的演技都相当的炸裂 无奈之下 高桥只好乖乖的派人把龙雪送回了家 经过此事的发生 尹三几人见识到了高桥的可怕 接下来的行动必须提高警惕 可是眼下首要的任务 就是如何把蓝天送出城去 就在二人为此事犯愁之时 安插在高桥家中的保姆却看到了机会 得知了九子要去城外的寺庙为儿子祈祷 因此陈妈立刻联系了尹三 想把蓝天藏在九子的汽车中送出去 随后九子找到了高桥说明了此事 请求放他出城为儿子续命 虽然高桥表面上答应了老婆 实则是想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他不但要放老婆出城 而且还要放更多的老百姓出城 因为他断定 地下党绝对会利用这次机会护送蓝天 于是他马上派人贴出了一则告示 谎称明天七点准时打开城门 可百姓们哪里知道 这则告示就是他们的催命符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回家奔丧了 回家奔丧又不是结婚 干嘛那么开心 与此同时 陈妈借助给九子满箱之时 故意拖住了司机小野 而尹三趁此机会敲开了他的汽车 偷偷地将蓝天藏在了后座的底下 一切就绪后 龙雪马上给总部发去了电报 让他们在城外截下九子汽车救出蓝天 可是蓝天也是军统想要得到的人才 因此身为卧底的毛棚绝不会坐以待毙 可他万万没想到 高桥表面上同意了百姓出城 实则是为抓住蓝天设下了一个巨大的圈套 因此刚到城门就把所有的百姓团团为主 并且和蓝天年纪相仿的孩子抓了出来 而九子似乎看出了丈夫的意图 于是急忙跑向了城门 显然高桥为了抓到蓝天非常谨慎 就连给儿子去续命的老婆也不准放心 这让尹三的心情瞬间凉了半解 随后高桥挨个检查抓来的孩子 试图找到蓝天的身影 没想到却碰上了一个狠人 一口就咬住了他的胳膊 黑腾健壮 反手就是一枪击毙了孩子 眼前的一幕 在场的百姓瞬间有了反抗之心 话音刚落 远处的狙击手一枪就打中了高桥的胸部 这下彻底激怒了黑腾 一声令下便对无辜的百姓展开了屠杀 很快受伤的高桥被送进了医院 龙雪本想马上给他进行手术 无料却遭到了高桥的拒绝 因为龙雪一直是他怀疑的对象 生怕龙雪趁机耍手段把自己弄死 所以要求三浦院长亲自为他主刀 而刚才的狙击手正是毛棚的手下 其目的就是破坏尹三的计划得到蓝天 不知过了多久 高桥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龙雪并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于是配置了一管不明的液体藏进了口袋 接着假装查房的理由进入了病房 此刻高桥完全处于昏迷状态 正是龙雪下手的最佳时机 可是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 黑腾却突然闯进了房间 龙雪只好放弃行动收回了针管 我在这里守护就可以了 二位辛苦了 等高桥醒来之后 尹三就故意主动护送他回家 因为他的计划已经失败了 不可能再让蓝天继续留在高桥这里 看到尹三的暗示 陈妈瞬间心领神会 随后以保护高桥的借口支走了门口的鬼子 然后偷偷让蓝天藏进了尹三的汽车 虽然远处的鬼子听到了动静 可陈妈毕竟是高桥的保姆 因此鬼子并没有过多的怀疑 就在尹三带着蓝天准备回到旅馆之时 没想到却被毛棚的汽车堵在了半路 只见尹三毫无戒备地走下了汽车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 狡猾的毛棚竟然是另有企图 这名潜伏的卧底简直是疯了 竟然在宪兵队除掉了一头小巴的 经过一阵的翻箱倒柜 毛棚就在办公桌上找到了一把钥匙 迅速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正是毛棚不处理现场的原因 却给他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而毛棚如此冒险的目的 就是想尽快把密码天才蓝天带回重庆 然而毛棚的汽车刚开到城门 就被鬼子拦了下来 鬼子看过通行证后果然上当 马上命手下搬开了路障准备放行 没想到高桥突然回到了办公室 一眼就发现了地上的尸体 以及保险柜的尸钱 狡猾的高桥瞬间意识到了不妙 于是急忙向城门打去了电话 此刻毛棚似乎感觉出了不对劲 因此做好了冲过去的准备 不得不佩服毛棚开车的技术 一个36度大飘移就把车调转了方向 然后一脚油门就和鬼子拉开了距离 可他万万没想到 汽车刚开进一个狭窄的胡同 就被尹三堵住了去路 别话你给我让开让开 你能保证蓝天安全吗 这孩子跟着你 早晚是个死 毛棚清楚自己的处境 为了蓝天不落入鬼子的手中 只好乖乖地交给了尹三 但他并不打算就此罢唆 因此威胁尹三将蓝天送回旅馆 否则就向高桥揭发他同归于尽 眼看鬼子的追兵越来越近 毛棚急忙赶回了住所 烧掉了所有的重要文件 当黑藤带人前来抓捕之时 而毛棚早已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了一盆未烧尽的废纸 正是毛棚军统身份的暴露 却干扰了高桥判断的方向 误认为蓝天就在毛棚的手中 虽然此事减轻了尹三的负担 但毛棚始终是个定时炸弹 于是派小小必须赶在鬼子之前找到毛棚 原来高桥抓捕蓝天的原因 就是想得到蓝天破获他们的密码本 可他死也想不到 蓝天早已全部记在了脑子里 蓝天 赶紧把密码本写出来吧 好 可是龙雪频繁地向总部发报 却让鬼子追踪到了信号 幸好他们的设备不给力 只是锁定了一个大概的方位 当高桥听到是八仙桥一带时 瞬间就怀疑到了龙雪 因为龙雪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八仙桥 于是高桥命令手下桥桩打烂 24小时间是龙雪的一举一动 当尹三得知此事后 故意吩咐生面孔的钩子 偷偷在门缝中塞给了龙雪一封信 虽然龙雪得知了眼下的形势 可密码本对前线的战局非常的重要 因此龙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冒死也要将剩余的电报发出去 文婷此言的尹三看似很淡定 实则心里早已慌了神 与此同时 黑藤待人展开了行动 立刻搜查了这栋楼的所有住户 而龙雪的房间才是他们搜查的重点 然而经过鬼子的一阵翻箱倒柜 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原来龙雪早已把电台藏在了暗阁中 而且还在发报前制造了洗澡的假象 这才有惊无险躲过了一劫 看来我们的动作还是慢了些 经过这次的打草惊蛇 高桥断定 八仙桥这部电台绝不可能再发报 没想到龙雪并没有放弃 于是他火速于假扮车夫的钩子接头 让他转告尹三 尽快想办法再搞一部电台发完剩余的电文 于是尹三急忙找到了蓝天寻求帮助 因为他不仅是密码的天才 而且对组装无线电那是手拿把卡 谁承想蓝天竟然脑洞大开 打算利用收音机改装成一部电台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蓝天却发现缺少了一个电阻零件 是不是所有的电台里边都有要线电阻 当然了 高桥刚从毛棚那搜出一部电台来 都放在高桥的办公室里边 此刻尹三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决定在高桥的办公室偷出零件 于是他马上来到了宪兵队 假装有事找高桥商议进到了办公室 可他万万没想到 鬼子恰巧搬走了桌子上的电台准备入库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尹三只好铤而走险撬开了库房 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那部电台 根据蓝天所画的图纸拆下了电阻零件 就在这时 一头鬼子却发现库房的门敞开着 因此反手就把门给锁上了 这让尹三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高桥此刻也回到了宪兵队 并且在手下的口中得知了尹三来过 尹队长问过你 把电台搬到哪里去吗 是的 去库房看看 这就是高桥的狡猾之处 任何细节都可能引起他的怀疑 幸好尹三早已跳窗离开了现场 否则必会抓他的现行 为了以防万一 狡猾的高桥还特意检查了那部电台 随后原路返回了办公室 而尹三早已坐在了沙发上等候多时 你去哪里了 夏季上我车里边 拿我的烟斗 抽口烟 烟饮饭了 这可太巧了 为了打消高桥的怀疑 尹三故意汇报了一些无关紧妙的事情 虽然高桥没有看出破绽 但他心里始终感觉哪里不对劲 很快蓝天就组装好了一部电台 而龙雪马上开始了行动 化妆成了一个吃喝玩乐的大帅哥 轻松摆脱了门口监视的特务来到了旅馆 成功将剩余的电文发给了组织 同时鬼子也监测到了电台的信号 可是这次锁定的范围是个人口密集的闹市区 要想查出电台具体的位置相当困难 这让高桥彻底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为了验证是不是龙雪从中捣鬼 于德水立刻询问了监视的情况 龙医生一直没出家门 现在登西了 应该睡着了 如果你是地下的 你会用什么办法 瞒过你 监视你的对手的 巧中啊 男人假扮卖菜的小商贩 故意靠近了路边停留的汽车 然后迅速打开了车门 用枪挟持了高桥 还没等司机反应过来 就被毛鹏一掌撂倒在地 为了防止高桥耍手段 毛鹏果断亮出了身上的栅栏 我会按照我们之间的约定去做的 原来二人做了一笔交易 只要高桥配合把他与蓝天护送出城 毛鹏会将地下党以及电台全部告知高桥 而尹三为了蓝天不落入鬼子手中 只好与毛鹏达成了一致 正在远处等待着他发出的信号 其实双方都是个怀鬼胎 高桥之所以答应毛鹏的条件 就是想趁机将他们一网打尽 因此暗中在周围埋伏了大量的兵力 而且提前在车底安装了炸弹 可高桥死也想不到 他昨晚安装炸弹的一幕 恰巧被陈妈偷偷看到 因此陈妈借助买菜的时间 趁机来到了旅馆说明了此事 幸好上官开车及时通知了尹三 否则他们必会中了高桥的圈套 随后尹三就派人在高桥的汽车上 贴上了一张纸条 当毛鹏发现玻璃上的纸条之时 心中瞬间明白了一切 一股怒火直接涌上了脑门 打算弄死高桥 可令人遗憾的是 司机却突然醒了过来扑向了毛鹏 这才让高桥趁机逃离了汽车 而黑藤剑情况有变 一声令下便展开了行动 只见毛鹏快速解决掉了司机小野 本想一枪结束高桥的狗命 没想到他的老婆竟然挡下了子弹 此刻双方的支援全部赶到了现场 可是鬼子毕竟人多势众 片刻之间 军统的特工全部被击杀殆尽 这时的毛鹏也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只见他刚想引爆炸弹 却被一群鬼子按在了地上 而毛鹏为了不落入鬼子的手中 因此恳求队友赐他一死 只见唐凯在犹豫中举起了手枪 无奈之下扣动了扳机 毛鹏果然是个铁蒸蒸的硬汉 宁愿死在自己人手里 也不愿意苟延残喘地活着 最终潜伏在江城的军统特工 只剩下了唐凯一人 经过此事的发生 尹三感觉陈妈必会受到怀疑 因此让他马上离开高府 我不走 我走了你怎么办 哎呀你就别管我了 原来陈妈是尹三介绍给高桥的保姆 为了不牵连尹三 所以陈妈不肯撤退 果不其然 安装炸弹消息的泄露 狡猾的高桥瞬间锁定了陈妈 于是马上派人将他抓进了牢房 经过鬼子一顿残酷的严刑拷打 陈妈始终咬定对此事毫不知情 很快尹三赶到了审讯室 为了不连累尹三 就在高桥几人分神之时 陈妈趁机拿起了桌子上的刑具 直接穿透了身体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这个陈妈 有暗中反日势力的嫌疑 那 那我不也反日了吗 我并没有责怪你 鬼子只是看到了座椅上的白色皮包 下一秒就瞬间变了脸色 看起来有女个人拜访 显然尹母二人被问得有些措手不及 幸好尹三反应够快 谎称自己的未婚妻上官玉刚才来过 准是粗心大意将包落在了家里 可是生性多疑的高桥并没死心 因此拿起了包包想要查看一番 只见尹母故意笑脸岔开了话题 顺其自然地就把皮包夺了下来 原来这个致命的隐患 正是龙血无意造成的 他本想找尹三商议事情 没想到管家突然道到高桥前来拜访 由于高桥一直在怀疑龙血的身份 因此赶紧让他藏到了二龙 可是龙血却忘记了拿走皮包 如果高桥知道了龙血来过 那尹三必会受到牵连 因此母子二人才拿上官玉做了挡箭牌 本来已经打消了高桥的怀疑 可上官偏偏这时候来到了尹府 为了避免露出破绽 还没等上官说话 尹三就急忙堵住了他的嘴巴 是不是回来取包了吗 不是刚才在这喝茶 把包给拉着了吗 是啊是啊 你瞧我这记性 正是上官这种奇怪的反应 竟然让高桥再次升起了疑心 怀疑尹三绝对是在掩饰着什么 为了弄清皮包到底是不是上官的 高桥马上叫来了于德水 令他想办法试探一下上官玉 随后于德水便来到了旅馆 谎称要借用上官的舞台唱一天大戏 来庆祝自己容生特务队长一职 而且故意拿出一个白色的皮包 送给上官作为打戏 然而上官却随口托出 表示自己根本不喜欢白色的包包 果断回绝了于德水的礼物 就突然想到了昨晚的事情 糟了 我给上了于德水的当了 他就是给我下了一个套 于是上官急忙来到了隐府 说明了此事 由于隐三不在家 隐母认为此事必须通知龙雪 因此隐母只好装作身体不适 顺利混进了医院见到了龙雪 为了弥补这个天大的过失 龙雪立刻让上官去自己的家里 拿出备用的皮包瞒天过海 与此同时 高桥根据于德水试探的结果 怀疑隐龙关三人一定有着某种关联 可毕竟眼下没有任何证据 因此只好命于德水再次探旅馆找出真相 于是他便雇了几个小混混前去旅馆捣乱 而自己则偷偷溜进了上官的房间 经过一番的搜查后 发现上官果然没有白色的包包 可是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 突然就被麻袋套住了脑袋 接着一群人便开始了拳打脚踢 其实隐三早知道是于德水 就是故意把他当成了小偷暴揍了一顿 然而就在几人谈话之时 于德水却看到了上官手里的皮包 为了尽快将此事通知高桥 于德水白白挨了一顿打回到了宪兵队 可是上官突然拿着白色的包包 却让几人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高桥得知了上官去过医院 这让他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怀疑 可是高桥估计隐三的面子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并不敢抓人 而于德水却想到了阴险的手段 打算密捕上官域 从他的口中打开突破口 随后于德水将此事交给了 四位大聪明 而且特意叮嘱阿龙 如果审讯不出想要的东西 立刻杀掉上官以免后患 这几位可是有名的好色之徒 即便上官欲不死也得扒层皮 当龙嫂发现上官掉在地上的折扇时 瞬间感觉到了大事不妙 因此火速将此事通知了隐三 没想到上官却一直装傻冲愣 闭口咬定对此事毫不知情 只见特务反手就是一个响亮的大光 发现上官死活不肯配 因此阿龙使出了卑鄙的手段 打算让小弟尝尝咸淡以此来逼上官招供 而上官为了保护自己马上搬出了隐三 并且扬言谁敢动他一根寒毛 隐三必会灭他全家 闻听此言的光头瞬间被吓得凉腿打颤 你怕什么呀 到嘴的肉你不吃是吧 我吃 我料你也不敢吃 你看我敢不敢 与此同时隐三查到了是余德水绑架了上官欲 但他非常清楚 余德水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一定是高桥在背后搞的鬼 可眼下见在弦上不得不乏 因此隐三马上集合了保安队 决定让他们见识一下 敢绑架我隐三的女人会是什么后务 随后几百号兄弟全副武装 浩浩荡荡直奔了特务队的大路 此刻余德水正在等待手下的审讯结果 可他万万没想到 隐三二话不说 直接开枪击毙了门口的小特务 为了震慑一下余德水的虾兵蟹将 生子抄起了大盘机就是一顿疯狂的输出 眼看即将成为瓮中之鳖的余德水 连滚带爬的从后门溜走前去请救兵 而听到枪声的上官运 本想大喊给隐三报信 没想到却被特务堵住了嘴巴 很快余德水跑到了宪兵队 得知此事的高桥瞬间惊慌失措 他没想到隐三为了一个上官 竟然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而黑腾认为这是滑变的行为 必须立刻出兵将其消灭 虽然隐三控制住了所有的特务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上官被抓的事情 就在这时 高桥带领大批的鬼子冲了进来 面对眼下的行事 隐三明白 现在并不是与高桥翻蕾的时机 但是气势这块必须拿捏他们 隐三表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 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混 这就充分证明了 隐三只是为了上官和余德水发生了冲突 这件事情一定是有误会 一定是他把上官余给绑架了 这时的余德水早已被吓尿了裤子 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 一口一个亲哥哥向隐三解释这是个误会 其实他就想拖延时间达到心中的目的 再撑会上官余就招了 上官余交出来 否则的话 阿尚就灭了你的特务队 都准备好 就在这时 地下室的特务竟然发生了内讧 阿龙本想提前弄死上官余 可光头觉得现在回头还能保住幸运 因此阻止了阿龙这种作死的行为 由于二人发生争执大大出手 却导致了阿龙的手枪不慎走火 而听到枪声来源的隐三 火速带人闯进了地下室控制了几个特务 成功救下了被绑的上官余 根据眼下掌握的证据 尹三本想一枪结束于德水的性命 没想到高桥又想顾忌重演摆平此事 为什么要绑架上官老板 你这样做 不是让尹队长误会于我吗 其实于德水所做的一切 都是高桥背后指使 但是为了保住于德水 高桥只好主动向上官赔礼道歉 可令人气愤的是 就连受害的上官也在为于德水求情 这才平息了尹三的怒火 如果你再有二回 别怪我不也高得了面子 可他们哪里知道 阴险的于德水根本没有悔改之意 小编断定 上官今天的仁慈 必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被说错了 咱真解了一条命 不得不说 光头还是有先见之明 不然的话二人会死得很惨 经过此事的发生 反而给高桥敲响了警钟 因为尹三真要有问题的话 那保安队将会是他最大的威胁 然而高桥的步步紧逼 也让尹三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如果不尽快把蓝天护送出城 说不定高桥还会使出妖蛾子 就在几人束手无策之时 木匠却给上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据说江城有一条通往城外的地道 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但是对尹三而言 这也是一个绝处逢生的希望 因此派小木匠特意走访了老一辈人 经过木匠几天的暗中调查 果然有了重大发现 得知了窦老汉家中有张祖传的图纸 因此尹三将他请进了饭店好生团呆 当木匠向他问起图纸之时 窦老汉却一脸猛逼的表情 他可是一位穷困潦倒的赌徒 发现二人不是简单的人物 老豆心中瞬间有了发财的主意 表示家中确实有一张图纸 但前提必须得看到二人的诚意 而见前眼开的窦老汉 一脸得意的就与尹三达成了交易 可木匠准备跟他回家取图纸时 老豆却假装上厕所跑进了一个酒楼 此刻木匠似乎感觉出了不对劲 在老板的口中才得知上当 老豆早已从后门溜之大吉了 于是木匠马上叫来了小小摆平此事 原来老豆是一个好赌之徒 就在他与众人玩的正嗨之时 小小便凶神恶煞带人闯了进来 还没等老豆反应过来 小小上去就是一个响亮的大光 随后强行将他带到了家中 开始了搜查图纸的项目 其实老豆根本没见过什么图纸 就想骗点碎银潇洒一把 你之前跟你家说了 你们家祖上确确实实传下来了一张地道设计图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这番话却无意点醒了老豆 猜测图纸很有可能传给了他的儿子 你说是不是 为了找到地道的图纸 小小绝不会放过任何线索 因此迅速找到了他的儿子纪业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图纸居然就在纪业的手中 只见小小立刻拿出了一袋大洋 叮嘱纪业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可是这张图纸破损的非常严重 隐三根本找不到地道的出入口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 隐武却突然想到了老同学姚教授 打算请他帮忙修复这张破损的地图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老豆却向朋友炫耀了此事 当他说出地道图纸之时 瞬间引起了一旁特务的注意 很快于德水就得知了此事 经过手下的一阵毒打 下一秒父子二人就说出了事情 根据纪业描述取图人的长相 于德水当时就猜到了小小 断定隐三找地道的目的 就是为了护送蓝天出城 从这一刻 高桥彻底对隐三产生了怀疑 这天隐三清楚地发现身后被特务跟踪了 这让他瞬间意识到 一定是高桥嗅到了地道的事情 与此同时 姚教授也千辛万苦找到了地道的入口 可是这个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 地道的入口竟然在鬼子军火库的下 这可是老天爷给你出了一道大难题 但是眼下首要的任务 必须先要打消高桥对自己的怀疑 因此隐三主动将破图纸献给了高桥 而且编造了一个完美的谎言 目的就是来表达对高桥的忠心 你对帝国的忠诚无人能及 你真是我的朋友 而隐三之所以走出这步险棋 就是要堵上一把 打算在高桥找到地道入口之前 炸掉他的军火库趁机将蓝天送出去 当于德水看到隐三交来的图纸室 脑瓜子瞬间就猛逼了 他始终想不明白隐三到底有何企图 虽然隐三度过了眼前的危机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高桥竟然掌握了龙雪真实的身份 但是并没选择立刻抓捕 而是想到了一个一尸二鸟之际 不仅能得到蓝天的线索 而且还能试探出隐三的反应 女人莫名其妙遭遇了车夫的偷袭 然后二人迅速将他抬上了黄包车 当龙雪苏醒之后 却发现被带进了一个军统风格的密室 只见男人开门见山的表明了军统的身份 表示可以配合他一起把蓝天送出城去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但是龙雪非常谨慎 在没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之前 始终没有透露出蓝天的行踪 我们军统的人是拿你们共产党当朋友 还会这么干的 如果你再这样的话 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同时高桥也在试探隐三的反应 如果他敢出面搭救龙雪的话 那就证明他和龙雪的关系非同一般 因为高桥已经掌握了龙雪地下党的身份 可他死也想不到 尹三却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妙境 既能让高桥主动放掉龙雪 而且还不会牵连到自己 因此带着一位神枪手埋伏在了医院的周边 只见高桥的儿子刚被鬼子接出医院 杭凯就扣动了扳机击中了永夫的胸部 但是这一枪只伤其身不伤其命 当高桥得知此事后急忙来到了医院 为什么还不手术 自当你洗脑只有三公分 这样的手术只有龙医生能做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彻底打乱了高桥的计划 为了找一个放出龙雪的借口 高桥故意在尹三面前装傻充了 谎称接到了密报 龙雪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了 而贾军统发现龙雪死活不配 因此准备动用暴力严刑逼供 就在这时 一群鬼子突然闯进了房间 高队长 高队长 带头的特务还在猛逼中 就被鬼子强行压进了宪兵队 龙医生 高总队长 对不起 我们来晚了 辛苦了 请你救救永夫吧 此时此刻 龙雪大脑中分析着每一个细节 猜测一定是尹三打伤了永夫 这才迫使高桥暂时放了他 而所谓军统的人绝对是高桥的圈套 否则他不会来得如此之款 根据特务准确无误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龙雪断定自己暴露了 这样一来 高桥不得不对龙雪加以防备 于是当场放出了狠话 如果这次手术有半点差池 医院的中方人员都会遭遇不测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谢谢 为了不让高桥伤疾无辜 龙雪只能全力以赴 成功帮永夫取出了子弹 然而龙雪刚走出手术室 高桥便下令将他带进宪兵队 不必了 你不就是想跟我谈一谈 我是不是共产党 我是 龙雪清楚 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所以果断承认了地下党的身份 而且还把所有的事情揽在了自己身上 以此来保护尹三的安全 为了让高桥对蓝天彻底死心 龙雪表示已经把蓝天送出了城 这个我不信 就在二人谈话之时 龙雪的身体突然发生了异常 经过院长的检查 高桥这才知道龙雪中了剧毒 原来龙雪不想落入鬼子的手中 因此在手术之前 偷偷扶下了一颗药丸 亲眼看着龙雪牺牲在面前 尹三却束手无策 只能在一旁强压着心中的愤怒 放 好呀 男人一支火箭故意点燃了粮仓 眼看鬼子准备跑进去救火 尹三马上带人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这时埋伏在后院的队友也展开了行动 利用各种拿手的冷兵器 分分钟钟让门口的几个小巴格提前领了盒饭 随后小山将一桶汽油全部倒进了粮库里 然而就在他准备点燃时 却遭遇了几个鬼子的突然袭击 而受伤的小山并没放弃 冒着鬼子的枪林弹雨翻进了粮库中 虽然成功烧掉了粮库 但小山也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此刻黑藤带领大批的鬼子前来支援 而尹三发现已经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于是便让大家纷纷逃离了现场 原来这正是尹三声东击西的妙计 目的就是故意吸引鬼子的兵力 从而掩护他安排的另一队人马 趁机炸掉军火库找到地道的入口 得知此事的高桥果然重击 因此急忙通知手下支援粮库 而尹三早已料到了这个漏洞 所以让母亲故意拖延了接高桥电话的时间 幸好尹三及时赶到了家中 否则必会引起高桥的怀疑 为了摆平鬼子的探照灯 于是荣嫂便提着一把菜刀 独自潜入了军火库 眼看一头鬼子走下了塔楼准备去放水 而荣嫂在背后直接将其放倒一刀就猛脖子 随后纵身一跃轻松登上了塔楼 几头鬼子还没反应过来 瞬间就死在了荣嫂的快刀之下 接着荣嫂利用鬼子的尸体挡在了前面 趁机给队友发出了行动的手势 与此同时 高桥已经带人把凉库的伙食扑灭 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 高桥本以为是地下党的一场报复 没想到余德水的话却点醒了高桥 他们还会会有下一个目标 军火库吗 对啊 马上带人去 军火库 文婷此言的尹三瞬间慌了神 因为军火库的兄弟们对高桥的行动毫不知情 此刻大坏已经迷晕了正在熟睡的鬼子 就在他挨个点名之时 上厕所的鬼子突然闯了进来 下一秒就扑向了大坏展开了肉搏 然而大坏根本不是一个职业军援的对手 当时就被鬼子压在了身下无法动弹 而且还被尖刀缓慢地刺进了心脏 不过大坏拼尽了最后的力气 将自己研制的毒药撒在了鬼子脸上 这时大批的鬼子已经赶到了军火库 而唐凯抄起了大盘机就展开了扫射 由于敌我人数悬殊 荣嫂等人根本招架不住凶猛的火力 因此只好选择了撤退 同时生子也点燃了军火库的炸弹 可二人刚跑出大门 却被冲进来的黑豚堵住了去路 面对眼下的形势 生子只好放弃了奄奄一息的老牛 果断跳窗逃离了现场 当鬼子冲进来之时已经为时已晚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 军火库瞬间被炸成了废墟 当高桥赶到军火库后 立刻命人再次展开了排查 试图找到凶手留下的线索 可他做梦都想不到 尹三的下一个惊喜就要拉开帷幕 此刻小小按照计划对北城门展开了疯狂的阳光 听到枪声的高桥果然上当 误认为地下党正在攻打城门 于是集合部队前去支援 小小发现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因此马上带人撤离了阵地 显然高桥掉进了尹三的连环迷魂镇 始终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而尹三的最终目的 就是想趁高桥还在猛逼中 提前在军火库找到地道入口护送蓝天出城 突然唐凯就在地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板 当大家齐心合力搬开石板后 果然看到了一条神秘的地道 随后众人便下入了地道查看情况 可是生子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正是他的一夜未归 竟然让保安队的奸细虾丘发现了 于是虾丘急忙将此事通知了于德水 当生子赶回保安队之时 于德水早已带人等候多时了 二话不说就将他押进了宪兵队 昨天晚上一夜未归去哪了 你要不说话 昨天我弄死 昨天是我表妹生日 我给她过生日去了 要过一夜吗 原来昨晚行动之前 生子的确被阿芳拉到了家中过生日 但是生子为了完成任务 只好故意把阿芳惯得不省人事 为了验证生子的话是真是假 高桥马上叫来了阿芳对峙 本来他是要提前走的 是我没让他走 把他留下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 虽然阿芳是高桥的内险 可他毕竟对生子产生了感情 所以背叛了高桥帮他隐瞒了真相 从高桥的眼神中不难看出 他已经对阿芳的忠诚产生了怀疑 因此派人偷偷在他的家中安装了窃听器 而且在周边埋伏了大量的兵力 很快生子手持鲜花来到了阿芳的住所 而阿芳对他却一肚子的怨气 根据昨晚发生的事情以及高桥的询问 阿芳断定生子是有八九是地下党 而生子为了不暴露身份 只好装傻充愣死不承认 在高桥大佐面前替你撒谎 你知道这会给我再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闻听阿芳称呼高桥为大佐时 生子瞬间就变了脸色 怀疑阿芳的身份并没那么简单 只有高桥手底下的人喊他为大佐 你一个江城医院的护士 为什么称他为大佐 显然阿芳被问得无法回答 因此索性掏出了手枪对准的生子 眼前的一幕 生子的内心就像被刺了一把尖刀无比的绝望 他不敢相信 一起同担共苦的表妹竟然是滚子的间谍 但是阿芳早已陷入了感情的纠结 因此劝说生子说出实话可以放他一马 你到底是不是地下党 我是 可阿芳哪里知道 狡猾的高桥却偷偷在他的家中安装了窃听器 幸好生子没有透露出尹三的身份 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刻高桥马上派人展开了抓捕行动 可是他们上楼的动静 却引起了生子的高度警惕 只见阿芳急忙拉着生子跑进了房间 让他赶紧跳窗逃走 你别管我了 我是高桥的人 只要他们发现你不在 我就有办法 你快走 快走 从这一刻 阿芳彻底背叛了高桥 为了给生子争取更多的时间 马上与冲进来的鬼子展开了火拼 最终死在了黑腾的乱枪之下 阿芳之所以选择牺牲自己 就想让生子原谅他过去犯下的错误 虽然生子侥幸逃过了一劫 但他毕竟是尹三过命的兄弟 因此于德水怀疑尹三绝对有问题 为了找到有利的证据 于德水便派人对尹三开始了暗中跟踪 然而尹三早已洞察了一切 突然就来了一个大飘移 将车调转的方向 一脚油门直接撞倒了两名小特务 经过一缩子人体苗边的威胁下 两头大聪明当时就说出了实情 随后尹三装出一脸愤怒 找到了高桥理论此事 没想到于德水这次也硬气了一回 你可曾经在大聪面前 力保过生子 说他没问题 这不得不让我怀疑 你跟生子有同党嫌疑 所以我派人跟随 尹三发现二人说的有理有据 因此脑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 当场就给高桥立下了军令状 在两天之内必会帮他抓到生子 这让高桥瞬间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如果尹三不对现自己的沉默 高桥必会定他一个同党的罪名 可他做梦都想不到 这都是尹三的缓兵之计 表面上是大张旗鼓对生子展开了抓捕 实则是想利用两天的时间 完成送走蓝天的任务 这时的木匠也提前打通了地道的石门 当尹三打开出口之时 果然发现地道正是通往城外的码头 随后关林马上与总部取得了联系 让他们在天亮之前 迅速赶到码头接应蓝天 可尹三万万没想到 关林发出的电报不仅被鬼子接祸 而且总部的电讯员也是一名奸行 故意将接收的电文隐瞒不报 很快山本就破获了关林的电文 由于关林并没有说出地道之事 高桥只好派人假扮新四军 埋伏在码头守住待徒 当天夜里 尹三召集了所有的兄弟下入了地道 为了安全起见 尹三决定先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 当他看到远处等候的新四军之时 刚想爬出去打招呼 却突然听出了黑藤的声音 这让尹三瞬间感觉到了不对头 于是便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地道 尹三猜测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 一定是指挥部的报复员里出了奸细 我发过去的电文 首长根本就不知道 另外 我们的电文很有可能被鬼子结祸 就在几人一筹莫展之时 尹三突然又想到了一条妙计 打算利用电台来个调虎离山之计 因此让关林向组织发出了一封电报 故意让山本破获了这次的电文 高桥果然信以为真 为了抵挡工程的新四军 高桥只好将码头的士兵全部调回了城中 而尹三趁此机会 马上带人下入了地道准备出城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由于地道年久的老化 再加上今晚这场罕见的大暴雨 竟然导致了地道的突然塌险 而雅巴为了保护蓝天的安全 却被上蹲的石头瞬间埋在了底下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尹三等人再次陷入了绝望 不仅地道被大量的石头堵死了 而且还让雅巴白白送掉了性命 汉奸假扮新四军前来街头 目的就是试探尹三的身份 没想到尹三果然信以为真 不仅将自己的底细全盘拖出 而且赶紧叫来了官邻为丧彪处理伤口 这是咱们指挥部来的同志 这是小官 赶紧给他处理一下伤口 可他们哪里知道 丧彪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 进门之前就故意打伤了自己的胳膊 尹三终于露出了马脚 行动吧 是 原来这一切都是高桥为尹三设下的圈套 他本以为这次抓住了尹三的把柄 可正准备进去抓人之时 突然就听到了几声枪响 此刻德书就给他们打开了大门 当高桥看到丧彪尸体的那一刻 充满自信的心情瞬间凉了半截 随后尹三一本正经地开始了表演 谎称此人冒充他的朋友混了进来 可他竟然当面承认自己是地下的 因此才开枪将他送回了老家 面对尹三合情合理的解释 高桥只好心有不甘地离开了现场 亲眼看着儿子与死亡擦肩而骨 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 你是怎么受伤的 我被鬼子打了 枪口距离你的伤口只有三公分 如果鬼子离你这么近 为什么不打你的头而打你的胳膊 尹三同志 这其中肯定是有误会 丧彪感觉露出了破绽 因此奋力挣脱了束缚想要逃跑 没想到却被尹三乱枪打死在了院中 这才有惊无险躲过了高桥的试探 由于现在时间紧迫 尹三必须尽快打通他方的地道送蓝天出城 可他万万没想到 高桥并没有打消对他的怀疑 为了找到有利的证据 于德水马上派人监视了和他关系密切的上官运 由于上官每天都会给挖地道的兄弟送返 反而让跟踪的特务发现了地道的秘密 这下咱们可离大功了 二人刚想回去报信 就被身后的山鸡一棍子打晕在地 随后将他们拉进了地道之中 眼看二人还在装傻充愣不肯招供 小小果断拔枪就撂倒了一个小特务 而另一头瞬间就被吓尿了裤子 因此说出了背后直屎的于德水 可为了安全起见 小小不可能选择留下他的狗命 经过此事的发生 生子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尹三向高桥立下了军令状 扬言两天之内抓到自己 而今天就是尹三最后的期限 为了稳住高桥 生子马上找到了尹三商议对策 很快尹三便来到了宪兵队 声称发现了生子的落脚之处 有可能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 稳听此言的高桥瞬间来了精神 立刻派黑藤配合尹三展开抓捕行动 虽然尹三的计划天衣无缝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 老奸巨华的高桥却偷偷制定了备用方案 只见生子刚走进院子 鬼子立刻展开了抓捕行动 一窝蜂的就冲进了大门 没想到生子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马上开始了疯狂的还击 十几个手雷就把鬼子炸得满天飞 此话一出 生子赶紧趁机破窗逃离了线 可令尹三没想到的是 狡猾的高桥竟然偷偷在外围设下了埋伏 就在生子跑向接应的小小之时 突然就被鬼子击中腿部应声倒地 而生子为了不连累兄弟们 因此示意小小赶紧撤退 看到小小等人安全地离开 生子心里再无牵挂 顺手就拔出了鬼子的刺刀进行了反击 虽然生子身经百战 可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一番厮杀后就被鬼子刺中了树刀 生子绝对是个铁针针的硬汉 为了不活着落入鬼子的手中 因此他故意做出了反抗的举动 最终惨死在了黑藤的乱枪之下 而迟迟赶来的尹三 亲眼看着生子死在了面前 眼神中充满了太多的不舍与愤怒 由于生子的落脚点是尹三提供的 因此高桥不得不打消对他的怀疑 然而阴险的余德水却不肯罢休 始终怀疑尹三是生子的同党 除非你有新的证据 证明他是低下的 我这就给你找证据去 与此同时 尹三为了完成护送蓝天的任务 因此让兄弟们加快速度挖通了他方的地道 可就在众人离开之时 聪明的小木匠还特意在此留下了记号 一切就绪后 尹三便通知了大家 今晚十一点准时下入地道出城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 高桥的手下竟然修复了那张破损的地道图纸 这是什么地方 白六四 军火库 是的 很快高桥带人来到了废弃的军火库 根据图纸的标识找到了地道的入口 随后顺着地道来到了城外的码头 此刻高桥彻底明白了一切 原来几天前发生的那三起恶性事件 正是地下党给他上演的障眼法 其目的是想在军火库找到地道护送蓝天 为了将这伙神秘的对手一网打尽 狡猾的高桥决定埋伏在这里守住戴徒 而尹三正带领大家赶往军火库的路上 没想到木匠为了安全起见 主动和煽机提前来到了军火库 当木匠走进地道入口查看时 却发现自己留下的木棍消失了 这瞬间让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怎么了 有问题 走 可是二人刚走到门口 就被冲出来的鬼子堵住了去路 只见木匠果断发起了攻击 伴随着一阵枪响 二人当场死在了鬼子的乱枪之下 而听到枪声的尹三 瞬间意识到前去探路的木匠出事 为了安全起见 尹三立刻让母亲等人原路返回 自己则带几个兄弟埋伏在了路上 果然高桥带着大批的鬼子追了出来 原来尹三留下来的目的 正是要给母亲争取撤退的时间 经过一番激烈交火的周旋 尹三赶紧下令逃离了现场 这可把无功而返的高桥气炸了 始终没有看清对手究竟是哪路神仙 我都要看看 这位神秘的对手究竟是不是尹三 为了查清尹三到底是不是地下党 高桥马上叫来了余德水 打算让他从尹三身边的人下手找出证据 当天夜里 正在睡觉的小小就听到了动静 于是便掏出了手枪提高了警惕 下一秒就遭遇了黑衣人的偷袭 然而这些臭番茄烂鸟蛋根本不是小小的对手 片刻之间 数十头小特务就被打得无力起身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 阴险的余德水却挟持了阿娇 小小这才无奈放弃了抵抗 余德水 你什么意思啊你 是不是 你帮尹三去挖地道了 说 余德水当场放出了狠话 如果小小不说出地道之事 马上让阿娇死在她的面前 然而即便是这样 小小却死活不肯出卖大哥 你竟知道大哥 不说 看着啊 阿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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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你什么都别说 眼看阿娇准备说出真相 小小却奋力挣脱跑过去 反而却被余德水一刀刺进了身体 阿娇 不许说 就在这时 余德水突然感觉手臂一阵刺痛 似乎被某种力气扎了一下 但不起眼的伤口并没引起她的注意 随后让手下将阿娇带回了宪兵队 显然余德水很是得意 可就在她走出门口之时 突然身体就有了巨大的反应 紧接着应声倒地嘴里喷出了西瓜汤 而小小却露出了一丝笑容 原来当才小小利用戒指上的毒针 趁机刺了余德水的胳膊 这才导致嚣张的余德水死在了自己前面 可阿娇毕竟是个贪生怕死的女人 还没等高桥使用刑具 就被吓得说出了尹三所有的事情 文听此言的高桥彻底疯了 没想到那位神秘的对手果然是尹三 随后高桥马上展开了行动 第一时间就控制了尹三的保安队 与此同时尹三在钩子口中得知了小小的遭遇 这就说明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于是尹三马上通知了上官域 让他迅速转移到安全屋会合 同时高桥的部队也在赶往鹰府的路上 没想到管家为了给大家争取时间 竟然在门上绑了十几个手没 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 德水瞬间被炸飞了百米之远 为了抵挡冲进来的鬼子 钩子与鸭子马上展开了疯狂的还击 在二人一顿神乎其神的火力压制下 竟然轻松掩护大家逃过了此劫 但是危险并没有结束 阴险的高桥为了抓到尹三 马上派人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现尹三在一个小时内带着蓝天前去自首 否则他就会血洗江城一个不留 为了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尹三不可能坐以待毙 因此独自潜入了医院绑架了高桥的儿子 并且胁迫院长通知了高桥 想要救出他的儿子就去江城旅馆 很快高桥火速带人来到了旅馆 尹三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几枪就击毙了两头小八个 而永夫就绑在了战友的灵位之中 尹三本以为抓住了高桥的软肋 不料永夫突然救病发作 当时就口吐白沫浑身开始了抽搐 此刻高桥在纠结中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 为了抓到尹三 竟然趁机亲手击毙了自己的儿子 黑腾局 杀光他们 老大 黑腾一声令响 鬼子一窝蜂地冲进了旅馆 只因钩子没来得及躲闪 当场就死在了鬼子的乱枪之下 而尹三和唐凯迅速躲进了二楼 由于二人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冲上来的鬼子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 眼看手下都在白白送死 黑腾赶紧下令停止了进攻 然后命令几百头鬼子排好了队形 对准房间发起了疯狂的扫射 然而这并没达到高桥的满意 于是又让几百名手下 将所有的手雷扔进了房间 伴随这一阵的爆炸声 二楼瞬间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相举刚刚 是 抓住 不得不佩服尹三的生命力 上百颗手雷竟然对他毫发畏损 只见他抱着一捆手榴弹 在跳下二楼的同时拉掉了引线 果断扑向了高桥选择了同归于尽 彦